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ny 今天是2024年2月20号 在AI炒作了一年多之后 英伟达、超微电脑、ARM等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都获得了巨大涨幅 AI相关个股又和每股大盘权重股有很大的重叠和关联 因此,AI龙同英伟达明天盘后公布财报 已经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盘面 半导体板块跌幅是所有板块中最大的 行业热力图有两块升红 一个是半导体 另一个是半导体设备与材料 主力选手英伟达今天提前大跌 主要是大家害怕财报出来之后惊天动地,会吃不消 于是就有一些避险情绪出现 提前获利了结,不参与赌财报的过程了 今天英伟达下跌4.35% 成交金额479亿,超过了特斯拉 成为美股今天交易最活跃个股 星期三即将公布的财报,预期非常高 分析师预计英伟达第四季度调整后的美股收益 将达到4.6美元 而2022年四季度,当时的美股收益只有88美分 利润大涨5倍,收入大增2倍多 这个是大型公司的业绩,不是小公司 几倍的业绩放在一个头部大公司上面 确实非常引人注意 然而,就是因为预期太高了 美股又是信息效率非常高的市场 早早的就开始拉高股价 用高股价反映高预期 那股价涨太高了 投资者就不会容忍任何的瑕疵 业绩放榜之后 要么大涨10% 要么就是大跌15% 有些人受不了 就选择提前退出观望 导致了今天半导体板块的下跌 明天英伟达的财报 如果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在高预期的基础上 还能够大超预期 那么大涨应该是会有的 而如果仅仅是小超预期 符合预期 甚至是低于预期 那么应该会有大跌 即使财报这关能够顺利 财报之后的电话会议 以及业绩前景指引 也会带来巨大的变数 在一周前的节目中 我分析过英伟达倍数增长的起点 同比倍数增长 是和上一年同一个季度来比 如果用来同比的基数低 那么大幅增长就有机会 如果同比的基数已经比较高 那高增长就很吃力 AI带来的高增长 是从2023年二季度开始 预计从2024年二季度 最晚三季度以后 英伟达的超高增长率将面临瓶颈 如果现在看到公司净利润涨了五倍 就觉得很不错 那就犯了科州求建的错误了 不能够光看利润涨了五倍 而没有看到股价也涨了五倍 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也非常重要 英伟达给出的业绩前景指引 是财报见光死之后 新的博弈因素 到底英伟达的超高增长会持续多久 AI这个风口到底还能有多大级别的风呢 像英伟达购买GPU的公司 主要还是我们熟悉的大公司 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等 客户的集中度可能比较高 英伟达的AI芯片目前确实是还没有什么对手 大家为了不被时代抛弃 只好找英伟达采购芯片 但是AMD也推出了竞品 各个科技巨头自己也有研发能力 大家都想自己设计自己的芯片 以免受制于人 那英伟达的公货周期目前也大大缩短 过一年半载之后啊 是不是芯片价格就会回落呢 那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 但是2024年一季度可能还是相当的强劲 2023年一季度的基数也低 英伟达本次财报高增长 下次财报还会高增长 只不过二季度以后最迟三季度 业绩增长率可能就会开始放缓 SMCI涨到1000之后 两三天就掉到了700 今天在七折大促销之后开始反弹 反弹到787 价值投资三要素告诉我们 好行业好公司和好价格 半导体AI是不是好行业 那当然是好行业 未来15年一半的工作要被AI所替代 这得是多大的市场空间 因为它是好行业里的龙头 那必然是好公司 只是价格不太友好啊 一场盛宴要么早点去吃 龙虾啊地丸蟹 一般都是前几道菜 那迟到一点也没有关系了 多少还能吃回本 取中人散之前最后几道菜 还没吃饱呢 服务生就拿post机过来 问谁要刷卡买单了 实在是后悔没早点来参加 那下次咱注意就好了 标普指出今天再次跌回5000点以下 这是第二次在5000点以上的回调了 5000点以上必有回调 以及两次应验了 和这个魔咒相对应的 是苹果和微软的三万亿魔咒 苹果多次无法占上三万亿 现在业绩也不怎么样 新产品Vision Pro 热闹没几天就不少退货的 中国需求则被华为所挤占 巴菲特开始减持苹果 那看来苹果三万亿就是一个魔咒了 微软作为AI概念的始作俑者 OpenAI就是微软收购的 2023年初的AI热潮也开始于此 但是微软也多次无法占上三万亿 标普冲上5000点之后 两次摔下码 主要原因是乖离率过高 乖离率简单说就是股价和均线之间的比率 通过对过去标普牛市的观察 标普指数比年限多400到500点 指数一路引领年限缓慢上涨 从而维持慢牛格局 这次标普偏离年限已经600点 不管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 都已经有修整的需要 修整并不影响长期走势 美股的长期走势仍然向上 因为降息是美联储写在点争图上的计划 接下来连续三年是缓慢的降息周期 加息时股市下跌 降息时股市因为资金变得便宜 而容易上涨 瑞银集团今年二次修正标普目标价 声称经济强劲 并且偷占数据反映了强劲的经济 对股价构成利好 瑞银策略师将标普指数年内的目标价 上调到5400点 他们说尽管看好股市 但乐观还不够 意思就是说还能够再乐观一点 高盛也提高了标普指数的年终目标 他们曾经预测今年到5100 现在改成了5200点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也乐观看好美国股市的前景 在长线能让人够看好时 短线或许面临一定的调整需要 那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长线短线 这是一种周期的概念 长线对应着收益更高 而短线对应着落袋为安 每当股市涨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大家都有一种焦虑 这会继续涨吗 如果调整了 是不是要见顶了 这些问题都不太好预测 股市的顶无法预测 调整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也没有人能提前知道 对于个人来说 就要看情况 能承担多大的风险 做多大的事 如果受不了20%的回撤 那么应该逐渐获利了结 一面煮熟了鸭子飞走了 垂胸顿足啊 如果标普回撤10% 个股回撤20% 改于抄底 那么留点现金 万一有机会抄底 没有现金就不好了 如果股市有任何回撤 都会再穿新高 也不想择时投机 也没有能力在暴跌时抄底 那就持股不动 博取长线收益 哦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保留底仓不动 另外一部分仓位 进行高抛低息的操作 回调不论大小幅度 标普仍有机会 再次占上5000点 如果是我呢 我觉得可以继续 持有手上的股票 走一步看一步 明天的英伟达财报 你赌大还是赌小呢 欢迎评论下注 买地离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简单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